青銀 運動性家的Sposter 還有平穩舒適的豪華巡弋車 各式帥氣有型的美式機車 齊聚九天民俗記憶館 不限品牌的改裝大會師 吸引全台50個車隊來參與 今年是第七屆 第七屆的Sposter杯 而且今年我們把它擴大 變成是超級改裝杯 那超級改裝杯其實在國外 它的一個意思是 其實改裝是 比如說以Bagger的車子 或是Barber的車子 它也可以改裝很誇張的 可是因為在台灣 有很多法令的問題 它沒辦法改得非常誇張 所以我們其實在台灣 只能提倡一個東西 就是改帥而不改快的一個概念 美式機車的冒險精神 追求自由與獨創的風格 讓許多人深深為它著迷 前叉是從大概一九四幾年就有的一個設計 但是這個後輪呢 它是比較一個近幾年才有的一個設計感 所以我希望是融合古典與現代 這台車大概值得多少錢 這台車喔 不能博 重機本身價格就不便宜 再加上彩繪等零件改裝 花費當然是直線往上飆 現在目前這些就是在美國它們叫Bagger 那目前改裝比較華麗一點 就是目前在鏡頭看到這台車 台灣的改裝概念其實就是以視覺 你看它的一些彩繪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它的鋼圈 那這台車前後改裝就已經都破百萬了 然後含車價的話 就都已經接近三百萬的一個價值 迪軒牛仔褲加上墨鏡 漆皮造型配上拉風的重機超級吸睛 因為很自由 狂泛 就很自由 很有feel的感覺 我以前是玩四輪的轎車 可是後來我看到我老公騎重機之後 我就跟他一起喜歡上重機了 更愛重機 原本是883cc 然後我把引擎換掉 最好換成1200的 所以騎起來比較有力 然後車子又比較輕 女生很好駕馭 改裝重機不再只是追求速度感 而是休閒享受生活的態度 甚至是一種藝術文化 而這股重機潮流 也將在台灣持續發酵 記者吳怡婷 台中指導